选在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 为洛杉矶及城县地区的 乔务委员及乔务荣誉职人员 颁发聘书 驻洛杉矶台北经文处处长黄敏静 感谢这股来自台湾的力量 能在疫情期间 持续让美国主流社会看见 今天很高兴在乔务中心 颁证颁发乔务委员 以及乔务荣誉职人员的聘书 在新冠疫情慢慢减缓的时候 就代表着说整个社会的动能 动力会再次重新启动 我相信在后疫情时代 不管在我们侨界也好 不管在美国主流社会也好 还有包括我们侨胞的生活 都会有一些新的面貌 那么可能也会有一些挑战 那我们今天期许每一位乔务荣誉职人员 能够继续在乔劫里面服务 乔包 那在跟美国主流社会的连结方面 继续加强 然后进一步对于台美关系 这个强务发展 能够贡献各方的力量 而迎接洛杉矶地区即将放宽的口罩令 与准备踏入的后疫情时代 处长黄敏敬也呼吁 乔务委员们集思广义 继续协助经文处 推广各项乔务工作 并且重新迎接台美观光旅游回归 同时也继续坚定的支持 有前瞻性的中华民国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